孩子和你越来越像仇人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你对他付出的太多了 让他觉得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 他体会不到爱的珍贵 爱就像奢侈品 他并不会轻易地送给任何人 可当稀缺的东西 以泛滥的方式给予的时候 他能不贬值吗 所以要做好亲子关系 首先要学会自私 不要无条件地 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孩子 供大于求的爱就是多余 不要让孩子觉得 你的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 第二 放手让孩子去做自己的事情 不要啥都帮 你帮得了他一时 却帮不了他一世 不要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 让孩子高高在上 这换不来孩子的感恩之行 孩子自己的事情 你就应该要放手 无论他做得好与不好 这都是他自己的经历 溺爱中的孩子 有几个不是白眼狼 这谁都不怪 要怪只能怪 你对孩子的爱太泛滥了